1962年,肯克西基于在医院参与药品实验项目的经历,出版了长篇小说《飞跃步步鸟巢》。 13年之后,基于小说改编的电影《飞跃风人院》横空出世,在第48届奥斯卡金像奖上将最佳影片、最佳导演、最佳男主角、最佳女主角、最佳改编剧本五项大奖收入囊中, 甚至曾在百老汇留下了82场的演出记录,至今仍被影迷们津津乐道,好的故事从来就不会被埋没。 去年,国内首次获得《飞跃风人院》的正式授权,奥斯卡和百老汇双料经典,《飞跃风人院》中文话剧改编版即将开演,导演童星宇还原电影版经典瞬间。 2019年6月13日至15日,该剧将在北京海淀剧院上演,与麦克莫菲一道冲破翻篱,呼吸自由的空气。 非法娱乐时时报道。